这一讲我们介绍最小以最大向为延时系统 最小以最大向为超前系统 那么什么是最小最大向为延时系统 什么样的系统又是最小向为超前系统 最大向为超前系统 等等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过一个线性移不变系统 它的系统函数呢 可以描述成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就是说一个系统函数 它可以分子分母都是一个z的多项式 对吧 z的负一次密的多项式 那么这个z的负一次密的多项式呢 我总可以把它分英式分解 分解成这个 就是z的负一次密的一阶英式的连程的形式 那么当这个m的阶次 就是说分子分母 我首先把这分子分母规划 规划我前面推了一个系统k 那么然后呢把它分解成这个 一阶英式的连程的形式 就是说分子是一个m阶的这个连程 m个一阶英式连程 分子呢是一个n个一阶英式的连程 那么然后我把这个分子分母都表示成 z的正义次方的这个一阶英式的形式呢 那么我分子分母要同乘于这个z的n次方 然后分子分母同乘于z的n次方的话 当n大于m的时候呢 这个z的n解m 就有一个z的n解m这一项 z的n解m次方这一项 那么是z减去cm z减去dk这种显示 它的这个一阶英式的连程的显示 那么其中这个cm呢 是这个多相式的零点 dk呢是几点 这cm是hz的零点 dk呢是hz的几点 那么它的频率响应呢 就单位元上的系统函数是频率响应 也就是说z等于一阶Omega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频率响应 就是h一阶Omega呢 等于k乘上z z是一阶Omega 那么一阶Omegan-m 那么然后呢 这里代仍去是一阶Omega减去cm 这里一阶Omega减去bk 这种一阶英式的连程的形式 那么这是一个它的频率响应 那么把这个频率响应 我写成这个负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的话 就是幅度函数和相位函数的形式的话 那么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相位函数和这个幅度函数 就是相角 就是幅度函数和相位函数 那么它的这个值呢 我们前面讲到过频率响应的 几何确定法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它的幅度函数 就是幅度是这个k的绝对值 和这个e的z n-mOmega的绝对值 那么这一项绝对值它等于1 那么然后呢 这个e的Omega减去cm的绝对值 就这么多个连程 然后呢 除以这个e的Omega减去dk的绝对值的连程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cm指向e的Omega的这个矢量磨 矢量磨的连程 除以这个dk指向 这个e的Omega的矢量磨的连程 那么这是它的幅度 那么它的相位呢 k的相位加上p的相位 再加上这个cm指向e的Omega的相位 的相加减去这个dk指向e的Omega的相位之和 也就是说 这个膜呢 我把这个 我这边把k这个绝对值 我移到这边来 对吧 本来是在k绝对值这边 那么我把它掌握 左边 左号这边 等号的左边呢 就是除以k的绝对值 那么它是等于这个cm e的Omega减去cm的绝对值的连程 和e的Omega减去dk的绝对值的连程 之间相处 那么就是它 那么这个是个矢量磨的连程机 那么这个呢 是个g矢量 就是这个是零点 这是极点 那么这是零矢量磨的连程机 这个呢 是g矢量磨的连程机 就是极点指向单位元 这个极点指向单位元 就dk指向e的Omega 也就是g矢量 就是g矢量磨的连程机 那么这个呢cm是零点 零点指向单位元 我称它零矢量 那么零矢量这个磨的连程机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频率响应 除以这个k的绝对值 这个幅度 复平的幅度 它的这个值呢 是个零矢量磨的连程机 除以个矢量磨的 矢量磨的连程机 那么它的向角呢 是这个 he的Omega除以k这个向角 那么它是这个零矢量 零矢量的这个向角的之和 减去g矢量向角之和 再加上n-m乘上Omega 这个是这一块 就是零矢量 cm只叫e的Omega 这个零矢量它的向角之和 m个 那么g矢量它的向角之和m个 好相减 然后加上n-m乘上Omega 这是它的向角 好 那么这样子一个向角 我们来看当这个Omega 这个一解Omega 就是零点直下一解Omega 几点直下这个一解Omega 这个Omega呢 这个一解Omega是单位远上 Omega是从零到二排变化的 就是绕的单位远 从零到二排变化变化的 那么它从零到二排变化一圈 它的这个角度变化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Omega从零到二排变化一圈 也就是ΔΡΕ等于二排变化的时候 那么这个零点 就是说单位远内的零点 零几点和单位远外的零几点 就是说零几点 它可能在单位远内也变成单位远外 那么这是零几点 它的这个角度变化 就是说这个og 就是这个Cm0点指向这个单位圆 或者Dk指向这个单位圆 它的这个角度变化多少 变化多少 就是一个0点或者一个几点 它指向这个单位圆 Omega从0到2排变化一圈 它的这个角度变化多少 Omega 比如说这个单位圆内 单位圆内这个0点 Omega等于0的时候 它是这个矢量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的相角呢 我们来画一下 这个是它的相角 这个是它的相角 那么它这个是 就是像Omega等于0的时候 它的角度是这么多 那么然后呢 它这个变化 Omega从这里 0到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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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变化到这里呢 它的相角呢 从这里0变化到哪里呢 变化到 就是说这个角度 变化变化变化到这里 变化到这里 那么然后呢 Omega在 走走走走到π 那么它这个角度呢 它从这里变化到 就这个角度 就像π的时候呢 它这个角度呢 就变化 就走到这里 好 那么然后呢 Omega再从这里 往下走往下走 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呢 那么它的这个角度呢 就说Omega 比如说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呢 那么它这个Omega呢 就是这个 磁量的这个角度呢 它就变化变化到 变化到这里 变化到这里 那么然后 这个Omega如果走到这里 二拍 回到二拍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角度呢 要变化 再继续变化变化到这里 刚好绕一圈 好 刚好绕一圈 就是说 这条矢量 这个矢量 沿着这个Omega 从零到二拍 这么绕一圈 那么它这个角度 我把它重新拆掉 再来 Omega 从零到二拍 这么走一圈 这么走一圈 Omega从零到二拍 走一圈 那么它这个 它的这个石料 从这个石料 它的这个角度呢 从这里一直变化 走到这里的时候 比如说它直到这里的时候 角度变化到这里 然后呢 它走到这里的时候 它角度变化到这里 对吧 那么然后再继续走的时候呢 它角度再回到这里 因此呢 它的这个角度变化呢 是变化二拍 也就是说 单位圆内的这个零点也好 几点也好 当Omega从零到二拍变化一圈的时候 它的这个相角 它也是变化一圈 它也是变化一圈 那么也就是说 位于单位圆内的这个零点 实量角度变化呢 是二拍 变化二拍 那么再来看这个单位圆外的 单位圆外的这个零点 当这个Omega从零到二拍 这么走一圈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石料 这个石料从零的时候出发 零的出发时候呢 它沿着这边走 它沿着走走到这里 那么它这个角度呢 它的这个角度呢 就从这里走走走到这里 哈 它的这个角度 哈 这个角度从这里 从这里走到这里 那么然后呢 它从这里继续往前走 哈 走到这里 那么它这个角度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 哦 它叉掉一点 就是说 Omega它从这里变化到这里 那么它这个角度呢 从从这里变化到这里 对吧 那么然后呢 我再继续往前走 从这里走到 啊 比如说 哎呀 啊 比如说 嗯 他继续往前 我们要变化到这里的时候 比如说 那么它这个角度呢 啊 它实量指向这里 啊 那么它角度就从这里变化到这里 啊 这个方向变化 啊 刚才呢 从这个位置 啊 从这个位置指向它的时候呢 它是从这里变化到这里 啊 就这样子变化 就这样子变化 这个方向变化 那么然后它从这个位置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又回过来这里 那么然后继续往前走 比如说它就走到这里 啊 在走到这里的时候 啊 比如说走到 啊 比如说走到这里好了 嗯 从这个延伸过来 啊 走到这里 那么它就回到了这里 对吧 从Omega 从这里过来 那么它这个角度呢 就又回到了这里 啊 这里 然后继续往前走 啊 Omega 从这里走到这里呢 它的这条曲线呢 一往 这个角度变化到这里 那么然后这里再往 往回走的时候 啊 从这里 从这个点回走到这里呢 它的这个角度变化呢 就从这里走到这里 回到这里 那么因此呢 对这个 这个点来说 它指向这个单位员 这个角度呢 它从 从这里变化到这里 然后再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 然后再变化 变化到这个位置 再回到这个 原来这个位置 啊 因此呢 它的变化呢 是等于零啊 就是比如说 如果这个方向是正变化 这里回过来反变化 然后这里反变化 再回过去正变化 那么它总归 最后呢 回到这里 它仍然是等于零 那么当然呢 实际上这个 矢量角度 不是这样子来描述的 它的实际上的 这个矢量角度 应该是这样子的 它是这个 这个矢量角度 应该是 这个是它的角度 这个是它的角度 那么也一样的 比如说 嗯 重新来好了 好 它实际的这个 矢量角度 应该是这个是 它的矢量角 Omega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是矢量角 啊 这个是矢量角 那么这个矢量角 然后呢 从Omega等于零 变化到这里呢 它的矢量角呢 是从这么大变化到 啊 变化到这个大小 这么大小 对吧 然后呢 嗯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说 呃 这个大小变化到 这个这么大 然后再往前走呢 它又 又变化 又变化 要变化这么多 又回来 对吧 然后再往前走 继续走 走到这里 然后呢 它再 再 啊 就是说 嗯 这样子 我们又化这种颜色的区分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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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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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 这是第一个位置 啊 第一个位置 那么然后呢 啊 它变化这一段 啊 变化这一段 那么它的这个 嗯 从这里变化到这里 那么它的这个角度到这里 啊 那么然后再变化 啊 变化它变化这一段 它变化这一段呢 那么它的这个角度呢 就从变化到 从这里 从这个位置出发 一直到这个位置 啊 那么然后最后 啊 它变化这一段 啊 它变化这一段 变化这一段呢 它是从这个角度 啊 变化到这个角度 好 好 从这里变化到这里 啊 这样子的变化 就从这里变化 那么它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 回到这个角度 啊 是这个方向上的 啊 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它从这里 另一颜色的字呢 那么这个拿出从这个方向 啊 这个是它的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就从从这个位置啊 从这个位置变化到这个位置啊 从这个位置开始变化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紫园是从这个位置变化到这里 然后呢 这个黄颜色的呢 是从应该是从这个位置变化到这个位置 啊 也就是说从啊 黄颜色的是这个位置变化到这个位置啊 啊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从这里 Omega从 呃 不是 是黄颜色的 接受到 嗯 擦不掉 啊 对 好 啊 他这个黄颜色的变化是从这个方向 这样子变化 对吧 从这个方向到这个方向 然后呢 这个紫颜色呢 也是从这个到这个变化 那么而这个 从这一段 绿颜色的这一段呢 从这个点去变化到这一段 好 那么也就是实际上他 绿颜色是从这个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是这个方向 那么 紫颜色和黄颜色 这两个相接呢 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是这个变化方向 因此呢 他刚好是 刚好是两个相反 因总和等于零 所以说呢 位于这个 单位以外外的这个 邻居使量 角度变化呢 是等于零 好 单位以外外的 不管是零点还是几点 他的这个 邻居使量角度变化呢 是等于零 好 那么这是 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好 我们只需要知道 他单位 总共有多少 单位以外内 总共有多少 邻居点 单位以外外 有多少邻居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 啊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上角 他的变化 啊 是多少 那么如果说 我单位元内 单位元内 零点数是一个 MI个 单位以外外的零点数呢 是MO个 那么 这个MI和MO之和呢 要等于M 因为这个 他总共有M个零点 对吧 分子是一个M的 D的多相似 啊 MG的多相似 所以呢 总共有M个零点 那么单位元内 极点数Pi个 单位元外 极点数Po个 那么 其中这个Pi和Po呢 是和呢 要等于M啊 就是他因为总共有M个极点 那么也就是说 把这个M个零点 M个零点 M个极点呢 我分成单位元外的数目和单位元内的数目啊 啊 这样子分开来 那么他的这个总的 这个 这个 总的这个相角的变化啊 总 然后当这个Omega 变化二态的时候 这个相角那种变化呢 就是二态M-去M 这个是他的常数 然后呢 因为单位元内的 单位元内的这个一个零点或者极点 那么他就变化二态 那么 总共有单位元内有MI个 所以呢 他是二态乘上MI 那么极点呢 总共有Pi个 那么所以呢 二态乘上Pi个 因为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数字 啊 这个数字 他就零点的这个实量 减去极点的实量 加上N-去MOmega detaOmega等于二态 所以呢 N-去M N-去M乘上二态 啊 这个是一个常数 N-去M detaOmega是二态 N-去M乘上二态是个常数 然后呢 这一个 啊 就是说零点 你单位元内的零点 的数目乘上二态 和减去单位元内的极点的数目乘上二态 啊 因为单位元外的零极点呢 他的角度变化是零 可以不去不计算 那么 他就是啊 这样子 二态N-去M 加上二态乘上MI 减去二态乘上pi 好 这个 好 那么 然后我们来看啊 啊 不同的系统啊 不同的系统 他的这个 MI数 pi数啊 不同 那么他的这个相角的变化不同 我们分别来讨论 首先来讨论英国稳定系统 啊 英国稳定系统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这边换 系统函数 它的数量于 这边换 就对着对着大于r r小一 啊 也就是说 嗯 他的这个收敛 也是包含单位元 以及呢 有一个元的外部份 并且包含单位元 无存储收敛的这么一个 系统函数 那么也就是说 N小一零的时候 hn等于零 就单位 抽样响应等于零 那么如果 全部极点在单位元内 就是我假定啊 全部极点在单位元内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pO等于零 pi等于N 就是N 它总共有N个极点 它这些极点都在单位元内 那么也就是pi等于n pO等于零 那么这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向角变化 啊 这个向角的变化呢 它是 2πmi-2πpi 加上2πn-m 这是它的本身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pi带进去 pi等于n 那么也就是-2πn 和它别掉 那么结果呢 它只剩下2πmi-2πn 啊 这个不是它的假设 全部极点在单位元内 是英国稳定系统的 呃 是这个条件 因为这个系统 是一个英国稳定系统 所以它的全部极点呢 在单位元内 啊 我们说一个英国稳定系统 它的这个 呃 缩点一 必须要包含单位元 并且是一个元的外部 而且无群属缩点 这个是一系统 一个英国稳定系统 必须满足的缩点一 那么换句话说呢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极点 必须在单位元内 那么因此呢 所以呢这个 单位元外极点等于0 单位元内极点等于n 啊 这个是这样子来的 好 因此呢 它的这个角度变化呢 是2πmi-2π8m 好 那么 这个mi-m呢 是等于-mo 因为m等于mi加上mo 所以呢 它是等于-2πmo 那么它至少是小于等于0 啊 到mo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0 mo不等于0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负值 啊 因为这个mi和mo 这些呢 都是一个 要么是0 要么是一个正整数 啊 m正整数 那么 这种系统呢 就是 它的角度变化是小于等于0的这种系统呢 我们称它为是一个相位延始系统 啊 相位延始系统 啊 mi m 它是-2π-m-o 啊 小于等于0 相位延始系统 那么 这个是我假设的 假设全部0点在单位元内 啊 全部0点在单位元内 也就是说 mi-m-o 等于0 啊 就是单 所有的这个0点 m个0点 都是单位元内的 那么就是等于mi 而这个单位元外 out mo 等于0 那么 也就是说它的相 角度变化等于0 啊 因为m-o等于0 所以它是-2π-0 等于0 好 那么角度变化等于0 那么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呢 我们称它为最小相位延始系统 啊 称这样的一个系统 最小相位延始系统 那么也就是说 全部几点在单位元内 全部0点也在单位元内 这样一个系统 是一个最小相位延始系统 好 这个 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知道 一个最小相位延始系统 它必须满足全部0 止点都在单位元内 好 那么如果我全部几点在单位 元外 这个错点 这应该是单位元外 看 全部几点在单位元外 也就是说 mi等于0 mo等于m mi等于0 mo等于m 那么这个呢 它的角度变化是-2π-m mo等于m 叫m 那么这个呢 是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值就是m了 对啊 那么所以-2π-m呢 这个值呢 是最大的 最大的 好 那么这种呢 称为是最大延始值 最大相位延始系统 那就是复制 就是复制这个-2π-m是最大的 最大可能的值 最大可能的值 所以这种系统呢 我们称它是最大相位延始系统 那么因此呢 也就是说 全部几点在单位元内 而全部0点在单位元外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呢 是个最大相位延始系统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逆因果稳定系统 啊 逆因果稳定系统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修炼欲是一个 系统R是修炼欲 是对着对着小一R R呢是大于1 也就是说 n大于0的时候 这个hn等于0 啊 他的就是说 这个单位充压降应 在n 小1等于0的时候有值 而这个n大于0的时候等于0 啊 那么这样子一个系统 他的修炼欲呢 这个单位元内 而且呢 这个元要比单位元 呃 单位元要大 啊 因为他稳定嘛 所以呢 修炼欲必须包含单位元 哈 是比单位元大的一个元的内部啊 啊 但是呢 这个系统不稳定 而是 是非因果啊 这个系统是个逆因果 但是他这个稳定的 他包含单位元 这样子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 我们看他的这个 这个角度靠电话 一个逆因果稳定系统 他的全部值点必须在单位元内 在单位元外 因为这个收敛欲是一个 这只这只小1啊 啊 就是说单位元内都是他的收敛欲 那么他的收敛欲内不能有值点 因此呢 所有的值点必须在单位元外 啊 啊 啊 所有全部值点呢 就是必须在单位元外 啊 啊 那么 也就是说这个 Po等于N Pi等于0 那么 然后把这个角度差公司带进去啊 把这个角度差公司带进去啊 把这个角度差公司带进去 啊 把这个角度差公司带进去 这个Po等于N Pi等于0 ¿F%ห Н Zeitk Tracy 那 那 N 因为A receber M M M yn C C M M M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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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0的 然后二块MI呢 起码是大于等于0的 当MI等于0的时候等于0 那么不等于0的时候 是大于0的 那么最相应是大于0的 因此呢 整个世主它是大于等于0的 大于等于0的 所以呢 这样的系统呢 我们称它为是向位超前系统 向位超前系统 那么然后再来分析 如果全部零点在单位圆内 假如说我全部零点在单位圆内 那么这样子一个系统 MI等于M MO等于0 MI等于M MO等于0 全部零点在单位圆内 那么这样子呢 它的这个向位 它 MI等于大N 那么这个和这个约掉 那么它就是二排N 是等于二排N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最大向位超前系统 最大向位超前系统 因为它最大的值就可能 就可能是二排N 它实际上是二排N R减去二排大N的话 就是这个值你可以再进一步的话 就是二排大N减去二排MO 二排MO 而这个MO等于0 那么也就是最大可能的值 就是二排大N 那么这个呢 是最大向位超前系统 好 那么如果全部的零点在单位圆外 这个也是个外子 这个也是一个外子 copy过来 没有改过来 全部零点如果在单位圆外 那么也就是说 MI等于0 MO等于大N 那么它的这个角度差呢 是因为MI等于0 所以呢 角度它是这个 二排N减去N 那么这个呢 最小呢 是这个数字里头最小的值 最可能 最小的可能的值 那么它是等于 是这个 那么是最小向位超前系统 这样的系统 我们称它是最小向位超前系统 好 这是逆英国稳定系统这种情况 那么第二次呢 我们把所有可能的情况都分析了 就是英国稳定系统 就是全部几点在单位圆内的 那么它的 全部零点如果在单位圆内 那么就是一个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英国稳定系统 它只能可能是一个向位延时系统 那么当它全部零点在单位圆内的时候 是一个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当它全部零点在单位圆外的时候 是最大向位延时系统 那么如果是一个逆英国稳定系统 它全部只点在单位圆外 那么这个系统呢 是一个最大向位超前系统 是一个向位超前系统 那么如果全部零点在单位圆内呢 这个系统是一个最大向位超前系统 如果全部零点在单位圆外 那么这是一个最小向位超前系统 好 那么再来我们看 主要我们一般的话 研究是一个向位 逆英国稳定系统呢 我们很少用它 而这个英国稳定系统呢 我们往往用 就是说一般要求这个系统 这个英国稳定系统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英国稳定系统 就是向位延时系统 我们经常会涉及到 那么这个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是我们实际这个系统里头 可能会自然就会涉及到的比较多的一个 那么这里我们来了解一下 最小向位延时系统的这个性质 它有哪些性质呢 在这个S19相同的系统中呢 具有最小的向位之后 就是最小向位延时系统啊 在这个平均响应相同的这个系统 平均响应相同系统当中 它具有最小的向位之后 因为它最小向位延时嘛 就是具有最小向位之后 那么最小向位延时系统的能量呢 集中在N等于0附近 而总能量相同 这个怎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个HN 就是能量 一个系统的能量 就是单位充养响应 它的这个各个序列值的平方 那么从0到N 那么当这个N小一N减一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一个 HN假如说是一个有线长 单位充养响应的话 是个N点的有线长 单位充养响应的话 那么当这个N小一N减一的时候呢 它这个最小向位延时系统的这个 这里少一个minin 这个H下面少一个minin 这个H下面有一个minin 就是说在N小一N减一的时候 这个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它的这个能量 0到N之间 这些能量总和 它总是大于 所以非最小向位延时系统的这些能量 这里底下应该还有一个min min 就像这里 这里也没有写 这里应该有一个min min 那么而这个如果当这个 当这个N等于N减一的时候呢 那么它俩就相等 这两个数字表达的就是 最小向位延时系统的 它的能量呢 集中在N等于0附近 N等0附近 那么而这个能量 这个的能量呢 它不是集中在N等于0附近 所以呢 这个能量比它大 那么而总的能量 它是相等的 总能量相等 那么第三个呢 最小向位延时系 延时系统 就是这个 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它的单位特样响应 就是这些向位序列 它的这个hmin 最大 也就是说 比这个非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这个hn的 N等于0的时候呢 就都要大 它的值最大 那么还有呢 在那个负贫贫贫贫贫相同的 这个系统当中呢 一个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它是唯一的 好 就是说 如果一个系统 它可能是幅度响应相同 但是呢 它具有不同的这个相平响应 相位响应 相位响应 但是呢 这个最小向位 它可以是 同样一个幅度响应 那么它可以是 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也可以是非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非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可能有很多种 但是呢 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是唯一的 它只有一种 就是零之点 全部的单位圆类 这样的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那么 第五个呢 基点一个全空系统 我可以把一个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转变成一个 是幅度响应的 相同幅度响应的 非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可以把一个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转变成一个 相同幅度响应的 非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在讲到 全空系统的应用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解释 怎么样一个 把一个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转变成一个 相同幅度响应的 非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好 那么这个呢 就讲了这个 最小向位延时系统 最大向位延时系统 最小向位超前系统 最大向位超前系统 那么还解释了这个 最小向位延时系统的 这些性质 好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讲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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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向位延时系统的